比如我们的院里刚才说 有二百多只野猫 他们很有身份啊 他们可能是明代的后代 清代的后代 但今天他们都很幸福 每天都有人给他们送猫粮 尤其从去年开始 居然有从福建送的 浙江送的 新疆送的猫粮 寄过来 完了特别嘱咐我们 这个猫粮是给慈宁公那只猫的 这只猫粮是给阎喜宫那只猫的 还要求我们喂这猫的时候 要把照片拍下来 给他们发回去 人们为什么喜欢故宫猫呢 每天五点半 故宫的员工下班了 跟自己院里的猫打声招呼以后 走了以后 猫就开始站岗了 他们还放哨 还巡逻 还卧底 所以整个紫禁城里面 就没有一只老鼠 猫功不可没 内部 判断 Consumer 我 这个 谢谢大家